西非经济共同体代表团 19号搭乘白色专机 飞抵尼日首都尼阿美 或尼日军方任命为 总理的赞纳热情迎接 但要谈论的议题 可不像台面上这么欢乐 西非经济共同体代表团 与夺权的蒂雅尼将军会面 盼能透过外交手段 让尼日恢复民主 如果软得不行 西非经济共同体也挑明 不排除动武 对此蒂雅尼也在电视演说中 把话说清楚 宣布要展开为期30天 全国对话的尼日军政府 表示权力过渡 不会超过三年 只是无论几年 遭到军方罢处的 民选总统贝佐姆 依然被拘禁 西非经济共同体代表团 这回也特别跟贝佐姆会面 戴着红色帽子的贝佐姆 看起来精神状况良好 只是笑容背后 却是满腹心酸 因为他和家人 仍被关在总统关底 美国的民主阵营 呼吁赶快放人 但支持军政府的尼日人 却反对到底 尼日军政府的支持者 也发动一项非军职意愿 调查活动 结果超级踊跃 我们说十分钟 为了让人们 做一个小时的浴室 但在晨曼时 就会有很多人 尼日没有打算募兵 但由于西非经济共同体 已对军事干预达成共识 因此尼日军方准备好 一旦擦枪走火 手上已备好名单 可以马上动员 愿意为国家贡献技能的民众 而美国驻尼日新任大使 费资基本已经抵达当地 希望能够继续透过外交努力 不要再点燃另一场战火 欢迎新闻里面 今天资访报道 最具爆点的正式内幕 攸关荷包的财经动态 解析社会惯象 探讨国际大事 周一到周五 晚间十点请锁定 欢迎一把抓 我们下期见